883,它是11.3买入 另外一款是三星原油期貨的ETF 3175,它是8.5买入 其實它兩款股份都是虧錢 它現在應該怎樣做呢? 看到油價昨晚也有個回落 我想其實近期對於油價本身的消息 陳敏祺所說,是不太理好 造就近期的相對弱勢 為甚麼? 首先就是全球經濟的問題 經濟最重要的是中美幾個國家 主要國家,其實看到經濟動力都比較疲弱 而市場自然去估算 對石油的需求都會減弱 其次就是本身來說 很多經濟一些研究大行都出到 覺得可能石油的供求問題 開始慢慢平衡 甚至乎又可能出現 甚至乎調回來說 供應可能會過度寬鬆 即是供過於求的情況 另一個優價 我想短期的走勢都會相對比較疲弱 當然我覺得是不想虧錢 但你要例如883,11個多 其實你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見到其實自從在7月以來 其實在10.5元下來的這個位置 其實你見到你要再衝上10.5元 樓上10至11元 我想真的很短期一個月的情況都比較困難 除非又是一些突發的利好消息 經濟大幅突然間扭轉 我們見到美國 甚至乎中國的8月份數據都是相當之強勁 可能會為油客帶來一個新的刺激 但我剛才聽過一些分析 其實美國和中國也好 都不要說歐洲了 其實實際情況來說 都比較難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你不如嘗試定定一個指示位 希望例如中海油能夠有一些短期 一些實有的 譬如油早有可能說要減產 可能有一些短期的利好出息 希望上10元樓上 嘗試減回部分 希望減少你的損失 阿嬤